大家好我是喧嘍 解決我們的射雕尋俠傳 那今天我們一樣不講攻略 我們繼續講我們的新角搶先看 那目前是我們新角搶先看的第四集 第一集的時候介紹了我們昆仑三色合族道 我們典型的大帥哥 他也是我們路版目前最新的一個角色 然後也是最強的輔助 因為他增傷40%真的太猛力了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那個萬金油的補師 我們小招的三位版我們周伯通 周伯通基本上他的技能幾乎每一招都使用 那除了艦隊之外大概以後 不管是哪一隊大概都會換他 只要你用到小招的地方大概都會換他這樣子 所以周伯通算是我覺得新角裡面目前還沒有出 來說算是最實用也最泛用的一個角色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皇上 我們九陰真金的作者 那他也是我們雙爪隊的主流 那等於說未來的雙爪隊就是他配上那個周紫若這樣子 等於說他的技能可以增強你的主角的能力 那如果你是主角有在練的話 其實主角的那個效益其實還蠻高的這樣 OK 那之後有觀眾想說想要先聽洪耀師 那今天我們就來先介紹一下黃耀師好了 那黃耀師如果你有看金庸的小說 色雕或那個其實應該不陌生 黃耀師占色雕的篇幅其實還蠻多的 那他是我們的黃龍的老爸 那也是我們桃花島的島主 然後也是郭晶的那個岳父這樣子 那黃耀師其實在金庸筆下 真的是個蠻有趣的人物 他很不喜歡呆板 然後他個性也是離經叛道 然後也是狂告不及 然後性格孤僻 所以整個來講跟楊過簡直差不多 所以為什麼楊過變成叫西狂 東邪西狂 他們兩個那個個性真的是差不多 那只是說 楊過比黃耀師感覺重情重異一點這樣子 那黃耀師的話他 那個金庸筆下陣中帶有七分血 然後斜中帶有三分正的一個人物 其實他真的是蠻有趣的 而且他很雜學 他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什麼五行八卦 奇門盾甲 琴奇書畫 什麼亂七八招的什麼兵法 武略 經濟什麼蛙哥 他幾乎全部都涉獵 所以他那個在桃花島的時候 當初周波通被困的時候 他的那個五行八卦陣 騎門盾甲那些就可以困住他 其實他的那個一些 招式或那個 其實那個黃龍學還不錯 那之後我上網查看他有一句話 蠻適合他的一個 一個他一生五學的寫照 桃花隱若飛神劍 碧海曹申暗玉霄 這幾個字就是他 比較有名的那個 武功的那個名稱 碧海曹申曲啊 玉霄劍法啊 洛英神劍掌啊這些 那沒有彈指神通 那大概這幾招就是他比較有名的招式這樣子 等於說小說裡面如果大家喜歡看 那個射雕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的那個 而且他是 舊視覺跟新視覺都有他的人 那舊的時候就是冬邪嘛 之後吸毒變吸狂 但是冬邪都還是在這樣子 所以黃耀絲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那個角色 在射雕裡面 或是那個神雕裡面 出現的那個頻率還蠻頻繁的 OK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黃耀絲來提到他的技能 他也算是我們 如果你是走純毒隊的話 可能會放的一個角色 他跟那個球千刃大概是那個湊座堆的 好第一個 我們的一火技能 避海潮身曲 黃耀絲在場的時候 使敵方全體受到持續傷害 外傷 內傷中毒增加20% 等於說 如果你是走持續傷害流的話 其實他 能增傷你的20% 其實還算不錯 只是說 一般持續傷害本來的傷害就不高了 增加20%的效益 可能沒有像 艦隊那種爆發型的 就像一千的20% 跟我兩百的20% 兩百二十八雖然說每回合都撩 但是 你增加那個20% 跟我一千增加20%的那個效益 可能就不太大這樣子 但是他還是有增傷 就是對我們獨隊來說還是有增傷 那持續的內攻傷害的隊伍好像比較少 滅絕那些好像有人在玩 如果你是玩主滅絕的話 如果你還不願意放棄妖尼姑的話 黃耀絲如果出來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那持續外攻傷害好像就很少人 持續外攻傷害好像就張無忌吧 張無忌 但是好像沒有以他為主的隊伍 所以 基本上都是獨隊為主啦 那持續內攻傷害 如果你也是有這種隊伍的話 你也可以考慮用他這樣子 好 二火技呢 那個洛英神劍長 對敵方全體造成一百九十八 加兩千多的內攻傷害 然後 激活的話有八十%的機率 使目標受到內傷 每回合會受到你攻擊的 一樣一百八十六%再加兩千多的傷害 持續兩回合 等於說洛英神劍長就打全體 然後 持續內攻傷害 然後再加一個內攻的那個 那個傷害這樣子 啊 傷害係數不高 但是 上內傷的機率還蠻高的 所以如果 上內傷的話 他自己又可以增傷 那如果你也是持續 那個內傷 然後有一些加成的那個 角色的話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下用他 那只是說係數不高 但是 可以掛內傷還不錯 就跟張無忌一樣 掛外傷之後 再給老王去做一個BUFF的效果 那看看那個掛內傷王 看有沒有內傷的BUFF的效果 然後你可以那個 跟他去都搭配這樣子 好 三火技能 藥師絕技 攻擊的時候有82%機率觸發 驅散自己和 如果激活的話 就是友方隨機的兩個玩家 兩個角色 然後 中毒跟內傷 都把那個驅散掉 等於說如果你是 毒隊內戰的話 那他 攻擊的時候就有82% 82%機率其實蠻高的 五次攻擊會中四次嘛 那等於說可以驅散掉自己跟友方 等於說五個人裡面至少三個 自己和友方隨機 喔兩個人啦 自己跟那個隨機 米俠克 兩個中毒 跟兩個那個內攻傷害的狀態 所以 還算OK啊 五個裡面挑兩個 然後驅散掉那個中毒跟內傷的狀態 如果你是打 把毒隊內戰或者是內攻持續傷害高的玩那個地方可以驅散掉 只是說效益不知道高不高 大佬們對黃藥師的那個評價來說好像也沒有到特別高 所以驅散掉 因為持續傷害本來他就不像劍隊那種一波流 傷害整個爆棚到你撐不住 驅散掉中毒下回合再把他繼續那個掛上去 其實好像效益感覺好像也還好 OK 那那個 剛剛是擊火啊 三火 然後再來是四火技能彈指神通 彈指神通就是他的那個啦 招牌那個嘛 他當初有教養過嘛 所以他們當初在 跟給過香氣生的時候他們就有用彈指神通 攻擊的時候觸發 對敵方前排造成攻擊 擊火的話 六成 60%的外攻傷害這樣子 然後 分別有 大概41%的機率可以使對方風穴 哎唷風穴喔 目標觸發那個技能的時候無法施展 而且無法格擋跟閃避持續兩回合 等於說 可以打前排 前排有兩個人嘛 等於說你有六成的那個外攻 外攻傷害 然後有四成的機率可以使對方風穴 那 風穴的效果是目標觸發技能 所以說目標觸發技能應該是屬於那種被動的 像譬如說天竹生 打一打如果你被動被暈眩的話 那你就無法施展 那也有像那個誰 林草英應該也可以吧 林草英比如說有人死掉的時候獻祭 然後 的時候觸發他的那個技能 那等於說 目標只要觸發你的一些被動技能的時候 他就可以無法施展這樣子 主動技能應該就沒辦法 應該是 他這個意思應該是觸發被動的嘛 所以 如果是用在前排的話 林草英會放前排嘛 林草英好像也會放前排 所以 天竹生也是放前排 所以 這些前排有一些被動 可以觸發技能的話 其實 效益感覺好像還OK 只是說 試乘的機率不太高 看 就看點啦 但是他無法格擋或閃避 所以還算不錯這樣子 好 第五招 那個 預銷劍法 開場的時候觸發 然後增加自己 那個 內攻增傷15% 然後內攻減傷15% 然後直銷戰鬥結束 簡單說 還 那個 係數還算高 但是他只有他自己一個人而已 開場的時候觸發 比如說自己內攻增傷之後 再加第一招的那個 全體再受到持續傷害的20% 那 如果你是掛 如果你是走內傷隊的話 其實感覺好像環藥絲還OK 他掛內傷的那個傷害好像還不錯 但是 如果 他當 他的定位是怎麼看一下 他的定位是群體輸出 然後強化持續效果 等於說如果你的隊伍需要強化持續效果的玩家 還OK啦 但是一般我們獨隊好像比較不 獨隊是那個最主要是要活下來 那 那個 加強持續傷害應該算是錦上添花 非必要 但是有的話也不錯 所以難怪人家 獨隊到時候 黃藥 黃藥絲一般好像很少大佬會在用 感覺還是那個 紅氣功 就好像連球千刃感覺都比較好用一點 但是黃藥絲好像是需要傳攻的吧 所以到時候 你抽到如果你是那個走獨隊的人應該還是要練他那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我們那個黃藥絲的技能給大家參考 所以應該 最主要感覺應該就是走獨隊跟走那個 持續內傷隊會比較 比較會 有需要到 外掛黃藥絲這樣子 而且他是氣的喔 氣的話基本上吃那個虎咬龍鷹陣 所以還算不錯 那他的陣營是屬於射雕的這樣子 好OK 今天介紹我們的黃藥絲 技能給大家參考 看 未來如果你是走 譬如說你是主滅絕 我上次看到有人練六火滅絕真的太猛了 那如果你是走妖尼姑的話 那你就配東邪吧 東邪妖尼姑 說不定是個好搭檔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晚上這邊是我的喜歡的話 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軒牢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